国民党最近推出新的文选品仇庸扑克牌紧贴时事 希望借由这个小物呢 加强蔡政府人士仇庸的印象 强化选战攻防的力道 54张牌按颜色区分 像是绿色是败选者联盟 当中行政院长苏贞昌 交通部长林佳龙等等 都是2018年九合一选举败选的 前北农董座吴英宁冠上最强实习生 还有华航一飞冲天系列 酸度满点 其实他主要就是一个 比较趣味性 诙谐性的啦这样 算黑色游墨嘛 仇庸名单大家就是选了还蛮久的 然后刚好就是近期又爆发了不同的事件 所以那个名单其实就是 有一再的更新修条这样 然后像是陈明文这种 就是突然间爆发掉了三百万 他就融灯我们的酒客 嘲讽仇庸卡好卡满 肥猫政治选民都不喜欢 开辟新战场希望唤起大家记忆 不是这个日本的一个中央政府 他们没有列入他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记录 我们也不能够把它列入正式的国庆的活动的相关的庆贺 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贺电事件 遭到日方打脸否认 驻日代表谢长廷还自己出面解释 外交部最近又在说贺电洗净 只是来自于地方姓贺电 会告诫驻日代表处以后要审慎 外交应对得小心翼翼自争俱拙 这回贺电事件就可能影响彼此互信 而之前口义哥赵怡翔以约聘人员身份 外派担任驻美代表处组长 最后被前驻纽大使借文基说 这是空前的 事物官层级的 过去外交部这么多年的历史 从来没有抽用的任何的位置 那是文官体系是非常完整的 跟世界各国一样 我们的外交官职业外交官 都是经过特考 然后从基层不断的训练 拔着 然后放到适合的位置上 像我个人我就花了二十年 才到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我自己做过 所以口义哥那个位置 对外交部来讲是空前的 我希望也是绝后 是仇庸政治学还是用人为才 虽然蓝绿解读不同 但文官体制被破坏 难免让人疑虑 尤其是在需要身经百战 和临身吕博的外交专业 而仇庸又该怎么解 政治肥猫 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共生 跟政治寄生的产物 如果找到好的肥猫 他就政治共生 双赢 如果找到坏的肥猫 那就是政治寄生 单向的吸取国家的资源 让国家越来越消失资源 这是我们所反对的 所以我认为说 透明 制度 监督 这三个力量 能够解决肥猫的问题 你安插了人进去 我只能知道你是好猫还是坏猫 所以没你的绩效 要能够透明公开 公共行政系教授江明清认为 如果是破格任用 那要绩效导向接受监督 从制度面去防范 我个人觉得肥猫议题恐怕不是选举里面任何一方能够讨到便宜的 因为蓝绿双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用肥猫仇佣 这个已经不是三两年的问题了 他甚至是非常非常长时间的问题 当然谁执政在这个议题上面受到的攻击力一定会比较多 要破除仇佣 斩断肥猫 或许是中间选民很在意的也很有感 想争取这样的票得大破大力 不容易 就看蓝绿的决心和良心 TVB的新闻 柯顺小王一姐也跳不到